首先来关注中国的消息 辽宁安山市唐敖镇政府 未经居民同意 新建大型垃圾焚烧厂引发抗议 12月5日 上万民众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包括老人、孩子和孕妇等多人被打 6日上午 双方仍持续对峙 当地居民李先生6日早上告诉新唐人 他居住的地方就有6、7千人 走上街头抗议新建垃圾焚烧厂 当局从沈阳调来了武警和公安 双方对峙 当地居民张女士也透露 滕敖镇有3、4个地方的居民出来抗议 当局也从大连调来了特警 李先生通路 5号共有2万居民上街抗议 包括老人、孩子、孕妇在内的多位民众被打 张女士表示 他们日前才得知 滕敖镇政府偷偷新建大型垃圾焚烧厂 李先生则表达了愤慨 李先生说 这个大型垃圾焚烧厂一旦建成 居民花五六十万买的房子立刻就不值钱 一名当地私营业主表示 滕敖镇有很多化工厂和钢厂 政府建的是大型垃圾焚烧厂 医疗垃圾都在这里处理 产生的有毒气体将影响镇上12万人的生活 新唐人记者长春、陈杰、袁真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